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 十月十八號的公事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昨天傍晚六點多 台北市東湖路上 發生一起重大車禍 一名十五歲的少年 偷開祖父的休旅車 失控衝撞對象的汽機車之後 再撞進路旁的小吃店 造成三人死亡 兩人受傷 週四傍晚六點多 車水馬龍的台北市東湖路上 一輛休旅車擦撞對象小客車 在高速衝撞對象的機車騎士之後 直接衝進路口的小吃店 撞擊現場背盤狼擊 導致三個人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分別是店內客人 五十三年次的成性男子 以及六十二年次的高性女子 而在對象車道 五十二年次的機車騎士 則是迎面遭到撞擊 三個人送醫之後不治 還有店內的兩名工作人員 遭到燙傷 十五歲的駕駛 曾姓少年就住在附近 目前就讀高中的餐飲科 他趁同住的祖父出國旅遊 偷開祖父的休旅車 經過肇事地點 疑似沒有減速 車輛先左右偏移 擦撞一輛汽車之後 直接轉彎撞進小吃店 警方在少年的琵琶內 找到一般煙彈 初步檢測 曾姓少年沒有獨駕或是酒駕 我們在車上有找到煙彈的部分 是一般的電子煙的煙彈 那經過我們初步的檢驗 結果是陰性 警方通知少年的父親到派出所協助調查 由於夜間停止徵訊 今天早上問訊之後 才會送到偵察隊 再送到士林少年法庭 律師表示 未成年者的父母 如果疏於監督未成年駕車的行為 依照民法相關規定 也需要共同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記者陳嘉欣 陳侯毅 沙咽其中建綱 臺北報導 今年一到七月 大車事故造成兩百多人死亡 公路局要求汽車運輸業者 將路口停讓行人 要納入公司教育訓練課程 並且透過稽查來看落實情形 但業界表示 現在大車駕駛嚴重缺工 表現不佳的駕駛 也有可能到別的公司服務 是安全隱憂 大車行進斑馬線三步驟慢看停 另外駕駛人以指差確認 手舉起同時念出口訣 確認各方向無人車後 才繼續行駛 今年一到七月 大車交通事故 尿兩百四十一死 就去年同期上升 為進一步提升駕駛人安全意識 公路局推出大型車輛 路口停讓 以及行車視野確認宣導影片 要求大車業者要落實管理 並請來機優業者示範 業者表示若駕駛員未落實停等 將召回訓練 後續公司會透過監視影像再確認 也呼籲跟在大車後面的自小客車駕駛 一起離讓行人 不要明暗喇叭 而九月份發生東海大學女學生 走在斑馬線上 卻遭撞死的不幸事故 台中市政府也派出代表 出席路口停讓自律宣示 市府表示 事故後除召回所有大客車駕駛人培訓 也進行優化路口等多項措施 過去我們都已有在機查了 那這一部分 在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也跟警察局 跟公路局的建立所 大家也在聯合在做加強 透過讓司機員們 大家更仔細的落實 所有的指插確認的動作 還有就是我們的輔助系統 該看的要看 二零三零年 我們希望整體的事故 跟所有的這個行人的傷亡數 能夠減百分之五十 公路局表示 近期已完成近四千家公司查核 以及一千零九十七班次的路口機查 希望透過持續宣導 避免大車事故 不過業界也不會言 若大車駕駛持續嚴重缺工 對業者管理也是一大壓力 因為表現不佳的駕駛 可能在原公司被開除後 到其他公司服務 不良的駕駛行為若沒改善 仍會是安全隱憂 記者宣令監台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中國時報市收入多少算是低薪呢 勞動部長何佩山昨天表示 依照金河組織OECD定義 月薪低於三點一萬元 就屬低薪 推估約有120多萬人 再來看自由時報報導 國發會昨天公布 最新2024到2070年 人口推估報告 坦言因為高齡少子女化 趨勢難逆 2070年工作年齡人口 少920萬人 工作人口占比不到一半 聯合報提到了 台大公衛學院研究發現 台灣結腸直腸癌發生率 世代效應顯著 1980年代出生的 離癌風險最高 學者分析 這是和台灣飲食西化程度 於1980年代達到頂點有關 呼籲政府下修篩檢年齡到45歲 金華城案來關心 北檢昨天再提訊 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 以及前台北市長 柯文哲 辦公室主任 李文宗等人 而中石化以及鼎月開發 昨天召開了記者會 對外事宜財務狀況 以及銀行連貸等疑慮 針對北檢扣押土地獲准 鼎月開發已經提起抗告 北檢持續偵辦金華城案 上午提訊 在押的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 以及前台北市長 柯文哲辦公室主任 李文宗 金華城風波延燒 中石化及鼎月開發 17日也一同召開記者會 對外事宜財務狀況 與銀行連貸的疑慮 鼎月和中石化 我們有誠意 而且也有能力 透過我們適當的資金調度 我們應該可以提示一個 讓年代銀行 滿意的一個解決方案 中石化董作強調 目前與銀行協商進展良好 協商還在進行當中 未來若整個方案有協議 會發表重大訊息與新聞稿 也喊話外界和金融機構 都給予支持 針對外界關注的金華廣場 是否停工問題 陳瑞龍表示 停不停工要看司法結果 主管機關決定 我會遵照主管機關的規定 有任何主管機關規定 我們難以執行的 我們就跟主管機關來做報告 北市監管處則重申 依目前規定 就是停止受理施工勘驗 另外對於北檢 申請扣押金華城土地獲准 頂月開發議題抗告 將交高等法院審理 北市府重申立場 就是依法不予施工勘驗 一我們建築法以及內政部相關的函視 我們的規定就是必須停止它來申請施工勘驗 如果說後續地檢阻相關的回吾有不一樣的說法 我們再會會再考慮有做後續的相關的一個處理 監管處表示目前每週都會派人瞭解是否有未經勘驗擅自施工 近期也將邀請相關專業工會針對金華城工地安全維護的部分來做討論以及檢討 據說我們陳博玉台北報導 鄭大性別友善廁所上個月曾經發生偷拍事件 十六號在船偷拍 女學生接警堵住廁所門 不讓范嫌逃出 並請同學幫忙報警 警方入校逮人 鄭大表示會立即檢討現有設施 蹲在廁所內動都不敢動 二十四歲的李姓男子十六號上午十點多 涉嫌在鄭大大永樓的性別友善廁所偷拍女學生如廁 警方到場時現場被害女學生 指述她在使用廁所時 忽然感覺後方有異樣 轉頭發現招人用手機拍攝 被害人立即衝出 並將隔壁廁所門押住 阻止嫌疑人逃出 隨時請周遭熱心同學協助報警 警方表示嫌犯自稱校友住學校附近 現場檢查手機已刪除影像資料 依法查扣手機將送見識還原 移送北檢偵辦 由於九月底同廁所就發生偷拍 引起學生擔憂與議論 大永樓本就是學校裡面 比較偏僻的教室 那我覺得其實那邊就不太適合 政大以文字回應立即以網狀隔板封閉 側肩門縫空隙將進行會刊 具體且永久性的改善設施 同步調整通用廁所設計指引 檢討家莊監視設備 臺事大學務長林梅君也指出 性別友善廁所設計時得顧及隱私通風安全和便利 大門那你可以看到那邊就是有一個攝影機 進到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不管是上面或者是底下 我們其實都有增加了隔板 現在可能有些學校是因為原本的硬體設施 還比較沒有辦法配合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他都需要一個個人的空間 三十多所北區的大專代表參加性別與空間研討會 參觀性別友善宿舍及廁所藉此取經 性評學者也強調偷拍不會只發生在性別友善廁所 偷拍會發生是設計有疏漏 不需因此歸咎到性別友善廁所 加深污名 記者林曉惠 陳昌維 臺北報導 加福基金會調查有三成一的弱勢高中生 畢業後就要去工作 而選擇升學的人有四成五曾經想放棄升學 為了幫助他們 加福發起民眾既步上傳做愛心的活動 希望累計四點八億部 再由愛心企業捐款 籌募輔助經費 穿著中華隊的隊服 高三生阿聖敘事待發 準備舉起槓鈴 舉起人生的一片天 阿聖是加福基金會輔助的個案 來自弱勢家庭的他 靠著阿嬤的辛苦照顧 以及社工教練的幫忙 成為舉重界的新星 年底還將到卡達 參加國際賽 為國爭光 我去比賽 我阿嬤就不敢去看 因為怕會受傷還是怎麼了 後面比較放心了 就叫我好好去比賽 同樣也是高三生 阿璇每天上課通勤 來回就要三個小時 曾經客業空白了他 在恩師的協助下 客業慢慢追上 因為時刻在教養 他對阿嬤特別孝順 在家福的輔助下 他決定繼續升學 爭取考上外文系的機會 阿公阿嬤養我們本來就不是應該的 針對看我們三個人很可憐 才來照顧我 沒有爸媽那種就是得光外 但是我有我阿公阿嬤很驕傲 根據家福調查的一份 弱勢高三兒哨的生涯抉擇調查 顯示三成一的弱勢高三生 畢業後預計投入職場 選擇升學者 四成五成想放棄升學 而選擇就業者 六成六是因為經濟需求 或貼補家用 選擇就業 捐款給一些我不認識的弱勢家庭 很多人會猶豫 但是透過自己的一個健康的一個方式 幫助到別人 我相信很多人是非常熱意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去完成這個目標 來看到這整個過程 然後也可以體會到這些弱勢家庭 需要幫助的辛苦 由於十月十七號是國際消除貧困日 家福結合愛心企業邀請民眾 挑戰日行萬步 將每天步行跑步的紀錄上傳 希望到十一月中旬 累計四點八億部 再由愛心企業捐款 為弱勢而少 從募輔助經費 不但猶豫身體健康 也僅做公益 記者 陳安心 陳宏毅台報導 今年七月凱米颱風清洗時 造成彰化縣大城鄉嚴重淹水災情 但過了兩個月 大城鄉西港村 隨著潮汐仍有積淹水的情況 引起當地民眾不滿 縣府表示 積水不退 主要是地層下陷 養殖抽牌水有關 將會爭取編列經費來改善 堤防外排水溝渠被淤泥覆蓋 堤防內只要遇到漲潮 地勢地窪的道路就會淹水 當發現大城鄉西港村 在七月凱米颱風來西時 淹水嚴重 過了兩個多月 還有淹水問題 居民是苦不堪言 當地村長表示 積淹水最主要的原因是外海淤積嚴重 颱風來就會改變排水水路 漲潮時內陸的水排不出去 堤防邊道路與農路 常有積水影響交通安全 甚至有人騎車摔倒 希望水利單位拿出辦法解決 縣府強調西港村道路易淹 起因於氣候變遷 潮汐與地層下陷等因素 導致無法重力排水 加上當地餘溫抽水排到道路編沟所寄 在一百一三年八月三十號 有獲中央核定縣市管河川 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的治理工程 這個核定的總經費約計二十一億元 那後續縣府這邊也會爭取相關的補助改善 水資處表示會積極管制地下水景 並將向中央爭取整治經費 與水利署合作進行清淹作業 並且考慮增設抽水站 展開區域排水治理工程 希望解決西部沿海聚落的淹水問題 記者阿民豐龍濤 彰化報導 而山陀兒颱風侵襲也過了半個月 高雄因為吹倒不少樹木 到現在已經有三例被毒蛇咬傷通報 躺在病床上四年前男童腳趾包紮後做記號 十四號晚間他陪家人倒垃圾時突然感覺劇痛 就一發現左腳趾有兩個咬痕 男童疑似被青竹絲咬傷 但市府表示蛇腫未確認 將以支持性治療 讓他住院觀察一週 男童住家離校一百五十公尺 學校周邊發現毒蛇 校方在校園撒上石灰 也提醒家長多留意被咬的地點 也有志工撒石灰 不排除是颱風過後大量倒墓 也將樹木集中放置 增加人與蛇接觸的機會 衛生局統計風災過後 除了男童之外 還有兩起毒蛇咬傷就議案 民眾傷勢都穩定 專家表示颱風過後的確可能增加 人跟蛇接觸的機會 建議真有清理需求 戴上後手套 也把皮膚裸露區域都包覆好 不順被咬也能讓傷口較淺 降低危險性 記者王庭孟昭全高雄報導 屏東墾丁西海岸八月迎來綠蜥龜 上岸產卵 但受到山陀兒颱風侵襲 大量珊瑚礁石堆以及雜物 都被打到沙灘上 讓小海龜回大海的路途困難重重 過半卡在礁石中 索性肯管處與海保署 啟動救援 協助小海龜脫困 大岸小孩拿著手電筒 深夜在岸邊仔細搜尋 確認是否有小海龜受困 十月初颱風山陀來襲 導致屏東墾丁西海岸原本平坦的沙灘 堆了大量被巨浪打上岸的珊瑚 焦急雜物 現在這些礁岩成了阻礙小海龜 回到大海的天堂路 小心挖出剛孵化的小海龜 當地生態志工八月就發現 有綠溪龜上岸產卵 近期正是海龜孵化回大海的重要時刻 但颱風帶來的珊瑚礁石堆 不僅高低不易 還有許多空隙 啃管處及志工十六號發現 有不少小海龜受困其中 小海龜在水桶中活力十足 救援人員從十六號深夜忙到十七號凌晨 協助受困海龜 啃管處及當地協會近期也將持續巡查 確保海龜都能順利脫困回到大海 記者陳懷許正俊屏東報導 氣候暖化的影響持續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指出 現在全球珊瑚礁面臨最嚴重白化事件 高達百分之七十七珊瑚礁大規模白化 而且根據預測一旦全球升溫 攝氏一點五度時 將有高達九成的珊瑚礁將消失 對海洋健康及漁業旅遊業帶來嚴重影響 海水中原本應該是色彩繽紛的珊瑚礁變成單調的白色 放眼望去一整片都是白茫茫的珊瑚礁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指出 全球珊瑚礁面臨最嚴重的白化事件 自從二零二三年二月以來 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印度洋 有百分之七日七的珊瑚礁遭受白化程度的熱衰竭 由於海洋暖化造成的熱衰竭 會使珊瑚礁排出組織中採射藻類 就會發生白化現象 如果沒有這些藻類 珊瑚礁會變得蒼白 容易遭受飢餓和疾病 但並非死亡 只要海洋降溫就有機會恢復 只是科學家先前預測 全球升溫設施1.5度時 將有高達九成珊瑚礁消失 而且升溫1.3度 就已跨過不可逆的臨界點 珊瑚礁白化將對海洋健康及漁業 旅遊業帶來嚴重影響 而且全球升溫也改變降雨模式 一份由金河組織OECD資助的研究報告顯示 每升溫1度大氣中滯流水分就會增加百分之七 進而引發乾旱與缺水危機 到二零五零年時缺水危機可能使經濟成長下降至少百分之八 並使全球一半的糧食工藝面臨風險 公司新聞這位任務其常編譯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紐宣文 下週一同一時間 再會 下週一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